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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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啤啤 今天我会做个花胶炆冬菇 農力新年加料 加了罐罐头鲍鱼仔 很方便,很容易做 我们现在立刻开始吧 先处理花胶 我用普普通通 小小块那些,三四块左右 先用清水浸过面 浸一晚 这些是已经浸过东西 换了些水 放了两片姜 一汤匙的绍兴酒 开火滚了它 分凌两分钟 是这样的 我们盖上盖子,不用理它 等水自然放凉 有它浸住,浸多一晚 第二天就可以煮的了 未吃的话,拿起花胶 用密实袋一份份 装好放在冰箱 吃的时候拿出来解冻就可以了 这些是已经发好 都发了两倍左右 将发好的花胶 切成一块块 切大快点,上碟会更好看 这些冬菇 冬菇 冬菇洗一下之后用清水浸软 浸软 浸完之后 冬菇水 留起备用 剪走冬菇丁 留下来煮汤用 冬菇,我会用生粉擦洗一下 之后倒了水不要 再沖一沖,裹一裹水 腌冬菇,下少许盐,糖和油 拌一拌备用 冬菇腌过,好吃很多 另外,准备金华火腿 切两小块就可以了 会令到菜香很多 如果没有,不放也OK 再准备红葱头 四五粒 薑四五片 厚片少少 用其中一片再切成粒 准备好食材就可以了 准备好食材就可以了 先开火,下少许油 先爆一爆 红葱头和姜片 之后下冬菇,保持大火 翻炒几下 再加上金华火腿和姜粒 再加上金华火腿和姜粒 加一罐清鸡汤 一汤匙的蚝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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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部分的冬菇水 盖过面就可以了 滚起盖盖 收小火炆煮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之后 就可以放些花膠 倒一些冬菇水 不够就加少少清水 水的份量差不多 蓋过食材 再加半汤匙的绍兴酒 盖盖 盖盖 转小火炆煮多二十至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后 试下花膠淋味 如果淋就炆好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开罐鲍鲍鱼仔 我们先倒些汁下去 煮滚 试味 再调校自己的口味 最后下鲍鱼仔 再打个生粉芡 这个花膠炆冬菇就做好了 上碟之前 可以录些生菜箭底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 点个赞 分享食谱给家人朋友 还未订阅的朋友 欢迎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钟 我们一出新片 你们就会收到通知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